第一個例子他說 給我一個函數 他在-1到2這個B區間是連續的 是求出說此函數 在這個區間範圍的這樣 平均值為多少 那積分平均值也意味著說 就是叫我們去算什麼 此函數在-1到2這個區間的這樣 定積分 算完之後再除上這個寬度就可以 就是我積分平均值的這樣 基本含義 就是上面這一個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算一下吧 FAV1它會等於多少 是我們1加x平方 我們做定積分-1到2 dx 那這個範圍寬度是多少 2再扣掉-1 所以它的長度是怎樣 3 所以會等於這個東西 那你發現說1加x平方積分還蠻簡單 我們就逐向積分再做相加的動作就可以了 所以1一積變成x x平方一積變成3分之3次方 積完之後 我們帶什麼 帶上下線從-1到2 上線帶進去扣掉下線帶進去 所以答案就算出來 極值為2 那不過你當然會說 欸 這個 這算是這 積分的這算式是怎麼來的 那那個其實我們在介紹完 微積分基本定理之後 我們去導證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簡單的 我們以後做定基之後勒 學完微積分基本定理的話 再回頭看這個 定積分的運算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因為微積分基本定理提供我們一個非常便捷快速的方式來處理 定積分的運算 你不用再像先前的方式就是用怎樣 走幾何意義啊 或者是用極限核的概念去算 速度過慢 當然還是可以算 那當然 呃 只不過你花的時間會比較長而已 然後 那我們這邊就是 直接先給各位這些 基本的運算 不過微積分基本定理2交完之後 你會覺得說 這個 事實上這個算式是怎樣 簡單的 所以 如果這裡不同 不懂的同學 我們可以怎樣 先pass過去 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跟積分均值定理有關的例子 假設說一個函數fx它在2到5這個區間範圍是連續的 然後咧 我們去 他說什麼 如果我們積分平均值恰巧等於fc 叫我們去求什麼 這c的值為多少 那這積分平均值算法還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怎麼 把此函數咧做定積分 2到5 然後再除上這寬度就可以 那寬度是5-2 所以這長度依然是3 所以我們這個做完之後 你把裡面這個展開之後 變x-6x加9 我們去做定積分 那你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2之後 告訴我們的結果之後咧 事實上 蠻輕易的就可以算出什麼 它的值出來了 它的值算出來 其值為1 好 既然算出來是1的話 那題目是叫我去求說 這個積分平均值恰恰好 會等於某一點的函數值 也就是c套進去之後 c-3的平方會等於這個1 這樣解出c是多少 那事實上我們就跟什麼 解 國中的那個什麼 解一個 1元2次方程式一樣 那所以我們這展開之後 c-3會等於正負1 則我們c就可以算出來是4跟2了 應該難度並不高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